神秘的不明飛行物體 UFO 早在羅斯維爾 Roswell 事件之前 就已經發生了墜毀的事件 Hey guys, this is Mighty! 一些懷疑論者會讓你相信 羅斯維爾不明飛行物 UFO 墜毀事件報告 是造成了奇怪事件的這種趨勢 但事實並非如此 不明身份的物體在此之前 就已經從天而降了 Mighty! 小便這裡 就有好幾個最有趣的案例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些事件 第一個,1897年德克薩斯州 奧羅拉 羅斯維爾事件發生之前的50年 一個大型的不明飛行物 據稱在德克薩斯州的奧羅拉小鎮墜毀 物體呈銀色 形狀像雪茄 根據達拉斯新聞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不明飛行物逐漸地失去高度 最終撞擊了普羅克特法官的風車 爆炸的零星碎片破壞了風車塔 並散落了幾英亩 文章還報導說 一口井也遭到了破壞 其水受到了污染 導致當地人將其掩埋 船上的飛行員應該是唯一的船上人員 雖然他的遺體已經被嚴重毀容了 但那已有足夠多的證據顯示 他並不是這個世界的虛民 在埋葬小型外星人屍體的當地墓地 舉行了一個小儀式 墓碑在2012年被盜 但從現有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 粗糙的雕刻描繪了一個 雪茄型物體與側孔銜 不幸的是 每個人都在飛機墜毀的時候 發生了一場流行的瘟疫 這個事件很快就平息了 另一個有趣的方面是 1945年普羅克特法官的財產 被布勞利和埃塔 奧茨收購 整個奧茨家庭 由於重新挖開了那口井 而開始遭受到嚴重的健康問題 在他去世之前 埃塔去信水是具放射性的 第二個 俄羅斯 斯塔夫-羅波爾 19世紀末 在20世紀60年代 蘇聯的一項調查 發現了一個關於19世紀末 發生飛碟墜毀事故的線索 幾名目擊者報告說 一個奇怪的幻影 飛到斯塔夫-羅波爾省的一個村莊 墜毀後其乘客倖存下來了 目擊者描述 三個黑皮膚的男人 從裡面走出來 他們呼吸困難 很快因為無法呼吸而死亡 村民們迅速把他們落地的事情傳開了 隨著調查的進行 官員們開始收到確認這個故事的信件 一位名叫伊琳娜·達尼洛娃 的女子 回憶起曾親自目睹這一事件的祖父的故事 據丹尼洛娃的祖父說 這艘船的形狀像一個箭頭 很快被當地人拆解 他們用船的金屬來製造家用物品 第三個 1941年 卡羅琳娜 這個報告來自著名的UFO研究員 Leal Stringfield 的書 UFO Fresh Retrievals Search for Truth in a Hall of Mirrors 斯特菲爾德跟蹤了一位 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第26步兵師的士兵希莫內 的母親 1941年10月 當一個不明物體在該地區墜毀時 希莫內正在卡羅來納州參加軍事演習 注意力立即轉向於 回收墜毀的金屬物體和從太空中來的小屍體 工藝被帶到了附近的一個軍隊哨所 它的寬約15英尺 高10英尺 控制士兵設有4個座位 銀色不明飛行物的外殼和內部 都有超凡的名文 這4個回收的屍體被描述為小 眼睛大 昆蟲般的 第4個 1884年 內布拉斯加州 鄧迪俊 1884年6月8日的《內布拉斯加州力學報》 The Nebraska State Journal刊登了一篇關於一個神秘物體的墜毀 以及隨後回收 非常不尋常的碎片的文章 據該雜誌報導 當地的牧場主人 約翰·埃利斯 John Ellis和其他當地人 目睹了一個燃燒的物體 類似於從天而降的流星 為了調查事件 這兩名男子騎馬到墜機現場 當它們到達時 它們發現大量的白赤物體 散落在墜機現場 物體非常炎熱及耀眼 以至於沒有一個人敢接近它們 牧場主人決定第二天再來 當它們回來的時候 那些人注意到這些物體 實際上是一些類似於齒輪 輪子 和螺旋槳葉片的機械零件 所有這些似乎都是由非常輕便 和耐用的金屬製成的 但沒有發現屍體 沒有人知道殘骸是什麼 也請別忘了按一個讚我